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鲁比肯 鲁比肯最早是一条河 在罗马 不在罗马 是在罗马跟高炉之间 现在克莱斯勒公司是世界上发明越野车的 就是GEP GEP GEP最早是通用的意思 General Purpose G-N-E-R-A-L General 就通用 Purpose Purpose 是意图 General Purpose 就是多种用途 就是GEP GEP 1941年发明的 世界上越野车全是美国人发明的 以后47年英国剽窃 就是路虎 朝鲜战争53年 日本又剽窃 就是丰田 开走 那也行 那也行 就是那有点脏乱 然后以后发展 他们觉得这个做吉普车啊 不资产阶级 做吉普车太累 觉得做吉普车呢 就跟劳动人民开拖拉机似的 所以就 所以就说干脆算了 奢侈点 以后出现了一个奢侈的型号 就是切诺基 为什么叫切诺基呢 切诺基 切诺基是个部落 这部落原来是在田纳西那边 在田纳西 在俄克拉哈玛 就是小玩闹 现在留学 留学那点 我徒弟叫Rangla 就是小玩闹 W-R-N-G-L-E-R 就是美国那个牛仔 放马的那个牛仔 Rangla John 当时切诺基呢 从这儿 美国开发西部就签那部平顶条约 说你们这些印第安人从这儿签走 到西部去 我们东边要开发工业 很残忍 就把那些印第安人给驱逐走了 切诺基是一路走得特别远 从俄克拉玛 从田纳西 来这儿有水 从俄克拉玛 从田纳西一直往西走 大概是 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 因为美国的小学课本都有 美国历史上干过一些不对的事 美国现在反思 放在小学课本里边 他们把这条路叫雪泪的切诺基 那意思是特别长途的迁徙的人 切诺基部落是所有印第安部落里边 和美国政府最合作 最温柔 最不暴力的那一支 嘿 头有花了 小孩 切诺基 切诺基的头叫萨科亚 就是他们的酋长叫萨科亚 萨科亚的妈是个英国人 萨科亚的爸是个印第安人 现在丰田造的最大的一款的越远车叫萨科亚 中国翻译叫红山树 那个萨科亚就是印第安部落的头 快 我闺女走不动路了 我可以偷偷懒 生命在于运动 你说刚才那个那么好的车 那么好的狗 结果他开着车遛狗 真不像话 我没说这么好的女孩 然后那个 这就有了切诺基 切诺基是带空调舒服的越野车 开了这个的仙河 吉普 就吉普是开辟了 就是能越野 不管舒服不舒服的仙河 然后这两支是形成了世界越野车的两派 一个就是硬派越野的 就是吉普 再有一个就是切诺基 切诺基里最大的是司令官 综合性能最好的是打切诺基 V8 就是切诺基公司赞助我 去印度去巴基斯坦 去尼泊尔的那辆 累了就歇会 累了就歇会 跌特残忍 跌特残忍 每天强迫你走路 你要不走路就死了 就跟跌似的 跌就靠走路就没死 吉普里边又分两个 一个是稍微温柔点 坐着舒服点的 叫撒哈拉 在这撒哈拉 越野已经就可以了 一般是四个门 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这更不舒服 但特能越野的 就是 Rubicon RUBICN 叫Rubicon呢 也是在美国人会做生理 美国在美国西部 有个大湖 叫塔厚 那时候原来是通用汽车公司 不给我一雪佛兰开拓者吗 雪佛兰是通用汽车 下边的一个公司 我开着去了珠峰 把两个钱减震给颠断了 后来那个美国 美国驻中国上海通用的一把 是个海湾战争老兵 那哥们知道我名字 就说给老唐换一塔厚 塔厚是通用汽车公司 里边最大的越野车 通用汽车公司 把那些越野车都叫湖和河 比如玉空 就是玉空河 阿拉斯加的 塔厚也是美国西部最大的湖 这湖边有条小路 通用管它的最大的越野车 叫塔厚也 塔厚也湖 T-H-O 塔厚也 T 我不会拼这个 反正有T 有H 有O 有E 我不知道怎么顺序拼 切诺基 就是切诺基 就在它的硬派越野车里边 就造了Rubicon Rubicon 因为在这条湖的边上 有一条特别崎岖的小道 让各种越野车能走 他们把这条小路 就叫鲁比肯之路 走过这条路的车 都是最能走的 要不然你到这儿去拉屎吧 来这儿 对 跌在这儿等着你 你去那些庄介地里拉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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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屎 拉屎 你没拉屎呢 你没拉屎 快 来 来嘛 你没拉屎 对 真贵 你找个地儿拉屎 爹在这儿等你 爹在兜逼兜 再说一会儿 然后他就把它最硬派的 就是两种 轿车之外是越野车 越野车分 切诺基和吉普 吉普里边分 撒哈拉和拉比肯 他就把它最硬派的越野车 叫拉比肯 拉比肯一般两门的 因为两门呢 轴距就能短 轴距短接近角 离去角就能大 更适合越野 另外他还有其他的机械装机 其实 中国翻译都是从近看 看了这条越野小道 拉比肯之路 但其实他更来的是古希腊罗马 罗马有一人叫凯撒 能文能武 就是威尼维迪维基 三威那个 他当年在法国 在高卢当总督 他如果要想竞选国家的权利 他就得政变 当法律不许带兵的将军 越过高卢和 罗马的戒合 拉比肯和 当时他就想过 越过还不越过 to be or not to be 最后他越过了 鲁比肯河 鲁比肯河就是这个 R-U-B-I-C-A-N 罗比肯 鲁比肯实际上是一条河 哲学意识上讲 是翻过去就撑 翻不过去就他妈完蛋 以后美国用鲁比肯河 命名了那条小道 中国把这车翻译上 叫罗宾汉 真扯淡 一帮文盲 没文化 这边看不过去就行 好 我和你那边看不过去就行